大家好,我是夏安,每天分享养生知识,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。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,被称之为化工厂。 肝脏是我们身体主要的消化器官,主要蜂蜜负责、胆质的消化食物。 所以肝脏在人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角色,同时也被称之为是香菌之关。 大家都认为肝脏的代谢功能特别强大,一般不容易受伤的,其实这个想法特别错误,因为肝脏也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器官。 肝脏上面没有任何的破裂神经,一般情况下,不会感到疼痛,会导致人体的疾病一拓再拓的原因,最后突成了大病。 平时,很多人都喜欢暴饮暴食,喝酒吸烟,熬夜加班,这些行为都会给我们肝脏,带来很多的负担打。 时间长了,会影响到肝脏的健康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,能够排出肝脱,排出毒素的食料方,从而能够减减肝脏的负担打,保持肝脏的健康状态。 我们跟着视频了解一下,详细的制作方法,联合三天就有效果。 首先,准备山楂。山楂是一种有非常好的养生保验功效的食物,一种中药材,能够健胃、消食、活血化瘀的功效。 研究发现,山楂具有僵血脂、僵血压的血糖,能够保护心脏的作用。 山楂,杏微微酸,陆皮静,可以滋补我们的身体,作为一种养生食材,非常的不错。 山楂可以降血压,山楂所含的三铁类黄铜类的化合物,以及维生素C,能够均扩张血管,降低胆固醇,降血压的作用。 使用山楂,能够治疗高血压,可以有良好的降压作用,能够促进食欲,而且吃山楂可以降血脂。 山楂,能够对于高血脂的治疗,临肠上得到了验证。 研究实验发现,山楂可以降血脂,因为含有的大量的黄铜类的化合物,有着密切的关系。 比如,金丝陶肝为主要的黄铜类的化合物,可以很好的降血脂的作用。 山楂能够养护心脏,山楂对于心血管作用特别强,可以抗心脚痛,抗心率失常。 山楂具有很强的增强心肌收缩力,可以增强心肌排血量的作用,能够扩张冠状血流量,增加营养, 降低心肌耗氧量等生物的作用。 吃山楂还能够养护肝脏,治疗脂肪肝。 山楂属于一种酸性的食物,可以很好的修复肝脏的功能,能够保护肝脏。 我们吃山楂,可以减少乙醇对肝脏产生的损害。 山楂进入身体之后,能够促进肉食的消化,有利于肝脏的转化。 还有的果酸,能够降低动物脂肪在血管壁的成绩,对肥胖者都有很好的作用。 我们准备山药。 山药的鼠科被之为是激素脂母,能够促进蜂蜜激素核肠,增强皮肤表层细胞的新陈代谢, 可以使我们的皮肤红润光泽,改善体质。 山药有利于增强皮胃消化吸收的功能,是一位贫补药物的食物, 无论是皮羊血,顺羊血,都可以使用。 临床上与胃肠饮用同时皮胃弱,食少体倦。 谢谢,山药能够强壮肌体,滋补肝肾,一斤明目。 腹女白带多,小便次数多大,我们都可以吃山药。 山药中的粘性物质,有甘露糖与球蛋白结合成的粘蛋白。 山药中含有的多种酶,特别是淀粉酶含量比较多的。 现在研究认为,山药除了蔬菜中的一般营养外, 还有丰富的保健因子,如山药素、药囊素、臭肝、胆碱多重的营养物质, 还有矿物质,是一种非常营养的食物。 在准备适量的红枣,红枣可以补气、补血、缓解疲劳、 保肝护肝、增强肠胃的功能,可以美容养颜、保护肝脏。 红枣含有丰富的铁、鲜、铭等矿物质,多用了维生素。 有助于增加体内的血红蛋白的含量,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。 红枣含有丰富的糖分,是一种天然的能量来源, 可以缓解疲劳、提高抵抗能力。 红枣含有多种抗氧化剂,有助于保护肝脏, 细胞脉上毒素的清洗,可以保护肝脏的健康。 红枣含有多糖成分,有助于增强肠胃的蠕动、蜂蜜功能, 可以促使身体的排泄物质,保护肠脏的健康。 红枣含有多种活性物质,最有良好的抗氧化, 减致皮肤的作用,能够通过促进胶原蛋白合成, 提高皮肤的弹性。 所以吃红枣,可以很好的排干毒,养肝肾, 对身体的好处很多。 我们再来准备适量的橙皮,橙皮是一种非常好的滋补加皮, 橙皮是一种药用,不仅当作一种药材, 其他的食物搭配到一起,我们泡橙皮水喝, 可以起到礼器、煎皮、花痰遭失的作用, 对肝的作用调理比较好,可以维护肝脏的健康生理功能。 橙皮的礼器肩脾的作用,可以维护肝脏的健康大, 达到肩脾的作用,调解气质, 肝脏能够正常的发挥生理的功能。 橙皮能够通过调打气质,维持肝脏的健康, 能够疏肝解育,从而能够维持全身的气质, 是一种非常营养的食物。 接着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里面, 我们加入适量的清水,中小火慢煮20分钟。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,制作视频不容易, 请您发爱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。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都说前进的最大动力, 真心的感谢朋友们的支持。 煮好,我们就可以喝了。 这样做好的茶水,我们要经常喝, 能够排干毒,养肝脏, 起到保护身体的作用。 喝了三天的时间,你会发现了, 身体真的是特别的好, 身体轻盈,身体健康, 可以使我们的气血充足, 可以缓解身体的体恤的情况, 是一种非常好的养生茶, 需要的朋友们收藏起来试一试。 好,亲爱的朋友们, 今天的视频就非常到这里了。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, 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, 真心的感谢朋友们的支持。 我是小安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